台北县有一名毒虫 他到医院洗肾 洗完之后他竟然毒瘾发作了 他找来其他同伙结果抢劫 没有想到被抢的老妇人身上的皮包 其实里面只有八块钱而已 而毒虫行抢之后 立刻就被警方逮捕 光天化日老妇人手提着搜水桶 慢慢走在大街上 这时后方出现两名男子 骑着机车缓缓接近 后座的灵性抢匪发现 妇人把皮包拿在手上 立刻靠过去 一把抢过皮夹 半路被抢妇人吓了一跳 却没有很惊慌失措 因为她的皮夹里面本来有308元 回家途中她拿出身上的300元 捐给了爱心香 皮夹只剩下8块钱的铜板 没想到遇上抢匪 最后抢到的是她仅剩的8块钱 虽然只被抢了8块钱 老妇人还是向警方报案 而警方发现 灵性男子犯案前一个小时才到医院洗肾 洗完肾后毒瘾发作 为了买毒结果抢劫 但她没想到眼中的大肥羊身上只有8块钱 她被捕后还跟警方抱怨 恐怕是史上金额最低的抢案 终于新闻成章明谢凯轩台北采访报导 完成员 谢谢大家